我叫高帆,在一家游戏公司从业五年,今年是我和我妻子结婚的第三年,也是我们宝宝即将出生的日子,很多人都羡慕我有着月入过万的高薪公司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,并且听说我即将成为爸爸之后也是各种的羡慕,不过表面上确实幸福美满,但是他们哪里懂我背后的心酸。 为了攒足孩子的奶粉钱,我不得不开始选择加班,每天为了开发新忙的担惊竭力,那天是一个阴雨天,天空黑压压的一片,外面的气氛很低,我还在电脑桌前奋斗,大概是八九多点的样子。 一向没什么动静的手机,突然电话来个不停,我拿开手机,一看是岳母娘的电话,奇怪了,不是说十多点才回去吗? 怎么这会儿就开始催了,高帆你在哪里? 小婉她早产了,已经打了急救电话送去医院了,你快点来第一人民医院。 江小婉是我的老婆,比我小两岁,我们两个是在大学认识的,大学毕业后的第五年,家里催婚,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牵上了她的线。 她人长得小小的,人也温柔,是标准的男方女孩,后来我们两个就这样相处了。 在一起认识半年以后就迅速闪婚,我们两个在一起结婚三年以后,她怀孕了,接到岳母电话的时候,我心中诧异,不是吧,这不是离产期还有一个月吗? 怎么这会儿就早产了?没办法,来得及多想,只能赶紧收拾,关了电脑后,打个电话给领导,告诉她我老不生产,我要去医院,不管领导批准,不批准,我顾不得了。 自从怀孕之后,妻子的情绪变得阴晴不定,我生怕哪里不顺她的心意,要说这段时间过得战战兢兢的,如履薄冰,那根本一点都没有夸张,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 老婆怀孕之前,那方面的需求特别旺盛,怀孕之后,竟然还偶尔要拉着我一起同房,说是担心,我忍不住,其实我就算忍不住,也可以自己解决,只是老婆总是如狼似虎, 我拒绝怕惹她生气,只能小心伺候着,生怕我哪里没注意到,出了个闪失,那可真的是一尸两命啊,就在前两天,在老婆的强烈要求下。 我们还发生过一次,因为我总是担心,会不会对孩子,对妻子的身体有什么影响,所以还去问了医生,医生倒是觉得问题不大,因为只要动作轻点,不要剧烈运动。 也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,就是越分越大,可能会引发早产,从医生这里了解到之后,看着妻子的肚子一天天越来越大,我越来越不敢继续,妻子却全然不在乎的样子。 可即便是我这样小心翼翼,可是为什么还是早产了,我心中疑惑,但是想了一会儿也是没想出来,加上当时脑子里也是焦急,这件事情就不再放在心上了,只想着一路急迟到医院,岳母站在医院里见我姗姗来迟,还有点生气,骂骂咧咧的在那数落我半天,不过说归说,在医院走廊还是要一直等着。 约某半个小时之后,手术室的灯就停了,谢天谢地,母子平安,妻子被推了出来,小孩被送往育儿室,半个小时之后,我就看到了我的儿子,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,我心里是开心的,我把妻子早产的事情告诉了我远在乡下生活的爸妈,他们本来估摸着过一两个星期再来的,却没想到早产之时,听说是个儿子,我妈开心得不得了, 刚出生的孩子,小小的一张脸,眼睛都睁不开,我听说孩子早产都是皱皱巴巴,看起来像是营养不良的小鸡崽子,可是这个孩子白白胖胖的。 一点也不像是早产,虽然送出来的时候,长得是丑了点,或许,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吧,为了更好的照顾妻子和小孩,我索性直接跟领导请了几天假,主动留在医院里照顾,妻子刚生产完,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得了什么产后抑郁,情绪很是不稳定,孩子也不是很想看。 手术后好几天,也没想要主动抱抱孩子,我的妻子瘦瘦小小的,纵然某处比较丰满,可是还是没有什么奶水,无奈孩子只能喝奶粉过日子,喂奶的时候抱着这个孩子,感受到那沉甸甸的重量。 我也忍不住感叹一句,这孩子长得这么健康,一点也不像是早产的。 旁边的妻子听到这个脸上的笑容都是凝住了,看着我脸色也是,带着恼怒,你在说什么? 连医生都说了他是早产,怎么你还有比医生更专业不成,他不是早产是什么? 难不成你认为你觉得这个不是你的儿子不成? 高帆在想什么? 你以为这是宫斗剧是吧? 你是不是怀疑我跟别人给你一起生的孩子是吧? 他说着说着,声音越来越大,以至于不小心呛到了自己。 疯狂地咳嗽起来,惊动了我怀里的孩子,把孩子都给吓哭了,看着孩子哭了,他越发地恼怒,眼泪也出来了,泪眼婆娑地看着我,带着哭腔。 高帆,我辛辛苦苦怀了那么多个月,孩子健康不是好事吗? 你却认为,这个不是你的孩子,老娘差点从鬼门关回不了出来,你居然跟我说这个,我跟着你我图什么? 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,一脸委屈巴巴的样子,我也只是随口一说,并不是有任何想要怀疑他的意思。 而且我也相信我的妻子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,却没有想到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,看着他哭哭啼啼的样子,我也只当他是刚生产,脾气不好。 毕竟我也知道女子生产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,刚刚从鬼门关出来,也难免情绪会敏感激动一点,虽然心里觉得他这样有点无理取闹,这样毕竟是生了孩子,这样也正常,只能赶紧说一大堆的好话去安抚他。 说了老半天,妻子的情绪总算是下了,不过看我的眼神还是不悦,别过头,不想看我,没办法,我也只能默默忍着,两个人不说话,房间里沉默了很久,直到孩子里的一声啼哭。 他看了我一眼,眼神不悦,伸出手示意,我把孩子送过去,我也只能听话,把孩子给了他,这件事情就当是这么过去了。 我爸妈听说,妻子生了个儿子,问了医院的地址以后,连夜就买了火车票,从乡下一路赶过来,他们俩个来的时候,手上还提着一大堆东西,看见我们两个面面相去的样子,只当我是不小心惹他生气了,脸上的表情略微有点不悦。 不过看到我手上的孩子,还是笑起来,忙着过来抱小孩,妻子看到爸妈来了,也收起了自己的不愿,但还是不愿意打理我。 我心里有点无奈,我当初也只是无心之言而已,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,却没想到他会想这么多,这么多天过去了,居然还气着。 帆帆,你回去把那些补品带过来,拿过来给小婉补补身子,他给咱俩生了儿子,立了大功,我们要好好对他。 妻子生产之后,身体虚弱得很,家里已经备了不少的补品,只是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早生产,家里的东西准备了很多,但是却没有来得及整理,都放在一团,细细拉拉的。 我不得不把他们分类好了,以便后面好用。 想着这几天天气转凉,大概是入秋了,妻子这一个月,估计也是在医院里待着,休养好了才会回来,所以干脆就捡了几件他的衣服带过去。 当我翻个柜子,查找上个月妻子专门买的婴幼儿护肤品的时候,哐当一声,旁边的本子也随着掉落下来,散开了封面,上面稀稀拉拉的写着一行字。 我去厨房打包了母亲苦苦辛苦熬制给妻子补身体的鸡汤,过去拿妻子衣服的时候,看到了地上掉落的那本日记本,知道妻子有写日记的习惯,只是没想到翻东西的时候,居然会翻出来。 必须赶紧收起来,不然被她看到了,一定又会数落我一顿的。 我弯下腰去捡起来,看见上门赫然写着一段话,2月20日,和高帆在一起三年,每一次上床都是循规蹈矩,没有一点刺激,或许是酒精的作用,或许是她真的太厉害了。 我真的没有办法拒绝和她的神魂颠倒,手铐和制服,每一次都让我欲罢不能,还好,这几天高翻出差,否则一定会发现我的异常。 看到这,我的心咯噔一声,2月多的时候我,确实出差了几天,原来,那时候,我的妻子竟然出轨了。 彼时,我的手脚冰凉,却还想要继续往下翻,5月13日,孩子到底是谁的? 我真的不知道,就当是我和高帆爱情的结晶吧,就当是我和高帆的爱情结晶,其实5月份我很清楚,这个月的时候,我的妻子像是吃了春药一样, 每天疯狂地对我索取,和我尝试新的姿势,我本以为是她想要探索新的领域,却没想到,竟然是因为她怀孕了,11月12日,她重新来找我了,我已经身怀六甲,可是我还是没忍住,我只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声,好似是五雷轰顶,手里的鸡汤也随之掉落下来。 跌倒在大理石上,发出清脆的响声,露出了里面白色的液体,客厅里的母亲,听到了这声响动,赶紧过来看我,看着地板上散落一地的液体,不由地惊呼一声,走过来,看着满地的狼藉,这这怎么都洒了呢? 哎呀,你怎么回事啊?这东西这东西,她抬头看我,见我呆愣在那里,眼中也是疑惑,赶紧扯了扯我的衣服,伸出手在我的面前晃了晃,你好端端的,发什么愣,鸡汤都洒了,等会怎么送过去,母亲看着地上散落一地的鸡汤,也是没了办法。 无奈只能叹了一口气,哎,算了吧,你等会去医院的时候,去手机上查查附近有没有什么卖其他的,买一份给你的媳妇送过去吧,免得到时候她不满意地肯定又会说你。 母亲的声音,把把我的思绪给叫了回来,看着地上一片的狼藉,母亲见我没有任何动静,赶紧拿了托把去托,看着那本日记,我情绪复杂,但还是选择把它收了起来,不行, 我一定要去问问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,孩子到底是谁的,孩子不是我高翻。 难道还是谁的?我拿着日记本出门,母亲想要叫着我,可是我哪里还听得见带东西带东西,我他妈带那么多东西,有什么意思? 现在儿子是不是我本人的,我都不知道我还带他做什么,我只觉得脑子嗡嗡的,脸颊很热,就好像有人往我的脑子里灌了热水,一般的滚烫难耐,因为没有带车钥匙,所以我只能用手机打了个滴滴司机过来接我的时候,我直接坐上去,到医院的距离还有半个小时,坐进车里的时候,里面开了空调,与外面二十多度的高温形成了对比。 很快我就冷静了下来,看着手上的这本红色的日记,我皱了皱眉,虽然上面的字迹看起来有点刺眼,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,我还是决定先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,再做定夺,我和妻子两个人是相亲认识的,之所以认识,半年以后迅速闪婚,是因为他爸妈很很满意我这个女婿,加上我愿意出那十几万的彩礼钱,家里也有车有房, 而且我的工作一个月也是月薪过万,他嫁不住他爸妈的催促才嫁给我,刚开始我们两个人并不适合和睦,甚至还会吵架。 即使我让着他,他也会因为小事跟我吵,日记的日期从一年以前开始,三月二十八日同学聚会,好久不见以前的同学了,没想到时间过去那么快,一转眼就五年了,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老天的安排,还是我们两个缘分未尽。 在那次聚会上,我居然再次见到了刘瑞,我知道刘瑞,以前听妻子的闺蜜说过说过,好像是她的初恋,不过却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照片,她还是那么的一起风发,五年不见的时间,她好像是越发的成熟了,听说她最近过得不太好。 妻子也跟她闹离婚,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当初跟我分手,如果跟我在一起的话,说不定就不会这样了,那天她喝了很多很多的酒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后来人都散了,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很可怜的样子,我把她送回了家,我没想到刘瑞居然会这么的想我,不过也对,毕竟是初恋,怎么可能会轻易忘得了? 其实那么多年,我心里也还是有她的,那一天我们很疯狂,我没想到刘瑞表面看着思思文文,做起那种事情的居然是那样的疯狂,但我真的好满足啊。 比起我的那一位,她真的是好的太多,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妻子,居然背着自己的老公跟别的男人在一起,对不起,高帆,我不是故意的,我只是我只是不想要委屈自己的感情,我一定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 我看了一下日记上面标注的时间,正是我那天加班回来,她主动服侍我的那一天,因为是她第一次向我索要需求,所以我印象深刻,难怪那天以后原本还有点暴躁的妻子,对我特别的温柔,也特别顺从我的要求,满足我的需求,我还以为是我那么多天的努力。 终于感化了她,终于良心发现了,原来只是因为单纯的愧疚而已,只是因为跟别人在一起,觉得对不起我才对我好,现在想想,那几个月的温柔,这可真是个笑话,仔细想了想,那天我们两个人的时间都重在在一起,就连妻子都不知道孩子是谁的,那我也更加不清楚。 我和那个男人到底是谁的细胞先进入他的体内,不管怎么样,我觉得还是先弄清楚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,如果这个孩子是我的话,那我也只能当做妻子,只是犯人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。 就算我和妻子两个人的感情再怎么地破裂,或者说是没有任何感情而言,但是说到底,孩子还是无辜的,我不想要我的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,就算是妻子犯了错,可是这个孩子终究还是流着我的血,他的生物父亲还是我,竟然是我的小孩,我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。 想到这些,我的情绪渐渐冷静下来,也没了之前的燥热,我下了车,看着面前医院的标志,摇摇头,转身就去附近买了补品提上去,在医院的卫生间里,我对A镜子,努力收拾好自己的情绪。 直到自己的情绪完全平静下,脸上没有任何的恼怒之后,我这才上了楼,看着房间里抱着娃的张小婉,我攥了攥拳头,咬牙,努力使自己放松下来,我勉强扯出一个笑,走过去看着她,老婆我来了,对不起,刚刚路上堵车,所以送晚了。 见到我来了,她脸上的表情还是那份的不悦,来什么来?让你回去带点东西,你怎么那么久才过来?我要的东西呢?你带过来了没有? 她说着,看了看了我的周围,这样我的手上只有拎着那份补品。 更是恼怒了,我叫你带的东西呢?你都带哪去了?高帆你什么意思?你的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?我到底还是不是你的老婆,你就这样对我? 带东西,看着面前这个对我张牙舞爪,一指气使的女人,我心中冷笑,你都跟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了,我怎么还会记得带东西? 她又开始在那骂骂咧咧,我只当作是每天见,戏意为常,只能笑呵呵地对她,妻子骂累了,也就消停了下来,我把孩子抱过去喂奶,抱着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儿子,我心里不是滋味。 我偷偷救了几个孩子的毛发,放到口袋里,准备送去医院检测,检测的结果需要半个月之后才能出来。 可奈何护士告诉我,检测的人太多了,我不得不等,我心里有点感叹,难不成,像我这样的情况,也有一大把,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? 晚上,夜深人静的时候,妻子和孩子都陷入了睡眠之中,房间里面空荡荡的没什么声音,万来俱静,我掏出那本笔记本,寻了个亮光的地方一页一页翻开起来,我不明白妻子为什么会写下这本日记,我实在是不明白,她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,什么目的写下这些文字的。 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她出轨的所有过程,我们又发生关系了,这次她没有喝酒,对我格外的温柔,对我也很好,她说她这些年很想说,我不想说什么,她有多想我,我们在一起就有多快乐,难以置信,我居然也有用嘴的一天,帮男人解决生理需求的一天,我之前只觉得做这种事情很恶心,嘴是用来进食的,男人的那东西腥臭得很。 却没有想到,只是因为没有跟喜欢的人做而已,刘瑞带我去吃了迪士尼乐园,弥补了我们少年时的遗憾,只可惜。 我已经嫁为人妻了,前前后后大致就是三次欢愉,两次约会,先前我以为她跟那个男人的第一次,不过是因为在酒精的刺激之下,但是看完这些,心中却是难受得很,就这么喜欢跟别人藕断丝连,甚至还可以罔顾人伦, 难道初恋的魅力就这么强大吗?为了更方便地照顾妻子,我主动付了钱,在医院住下,失业,晚上看着躺在旁边熟睡的妻子,要是以前我还会觉得她这样美丽好看,可是一想到这张脸背后,做的那些肮脏的事情,心里顿时五味杂陈。 早上,我下楼去帮妻子买粥,因为来得早,早餐店门口人不多,粥上面冒着热腾腾的热气,我要了一杯,又买了几个包子,老板,一碗白粥多少钱? 一个轻柔的声音响起,我只觉得这个声音耳熟,但是满脑子只有妻子的那本日记的内容,没有去想声音的主人是谁,高帆。 有人突然叫出了我的名字,我以为是听错了,却没想到这个声音再次响起,我抬眸,对上一双寒情默默的眼睛,面前是一个小小的女人,婴儿脸,白白的,如果不是认识面前的人。 很容易误以为是个才二十出头的小姑娘,好久不见,你最近过得好吗? 女人再次问道,太阳渐渐攀上空中,阳光斜射,洒在她的脸上,如果面前的女人穿着是校服的话,有一种梦回当年的感觉,面前的女人叫许婉,我的初恋,跟我相爱了五六年,却在高考之后各奔东西,了无音讯,再见初恋,想起当年的事情, 我心里不是滋味,我笑笑,只当是相逢一笑免恩仇,一路上,我跟徐婉聊了很多,当年高考她失利落榜,被父母强制送往寄宿学校复读,又被没收了通许工具,被迫跟我断绝了所有联系,后来考上了想告诉我,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,我已经交了新女朋友,这段感情就这么不了了之,我有些唏嘘,可是当初我并不知道这些, 我问徐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,难不成是在附近上班吗,可是这个点,我看着她也跟我进了医院,挑眉,你现在都在医院里做事了吗? 徐婉的脸色有点白,听到我的话也是摇头笑笑,我哪有那本事,我是来医院付钱的,哪里是赚钱的? 高翻,你说好笑不好笑,这些年上班工作,钱没赚到多少,并倒是得了不少,赚的钱都拿来交医药费了。 此时我才发现,她的大衣之下穿着是蓝色的病号服,那你怎么自己下来了?就不能叫别人送来吗? 我也没办法,就算点外卖,外卖员也不允许上门,我要是自己不下来买的话,我就只能饿着。 她笑着说这些,可是我还是听出了话语里的苦涩,一个女人,孤身一人,远栽一乡,就连生病了,身边也没有人陪,更不敢告诉自己的父母。 我有些默然,问了她的病号房,我回去的晚,粥已经冷了,索性直接自己喝掉了,又去楼下买了一份,好在妻子醒的晚。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,那天妻子觉得自己恢复得差不多,就要求出院回家住,在病房里的每一天都是要付钱的,更何况,病床还没有家里的大床舒服, 我把妻子送回了家,跟她撒谎说我老板打电话给我说有急事要处理,提前结束了我的假期,她心里虽然不满,但是更想要我赚钱给她过好日子。 读囔几句,就让我赶紧滚回去上班,在真正的假期结束之前,上班的时间,我都在医院里窝着,在许婉的身边陪着她,许婉在医院住了几天之后就选择了出院。 住院太费钱了,她可没有那腰多钱,许婉租的公寓离我工作所在的医院不远,我没有想到心心念念那么多年的人居然离我那么近,而我却从来都不知道,好在这次白周,不然的话,我都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再见到她,也许,这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。 我送了许婉回去就准备回家,却被她拉住了,许婉红着眼圈看我,一把勾住我的脖子,凑到我的耳边问道,高帆,这么多年不见,你这些年有没有想过我? 我没说话,想过,怎么可能没想过,那么多年的感情,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? 可是我也找不到她的任何信息,爱情里如果没有任何的交流,这段感情也只能这么结束,她没说话,只是咬住我的耳朵,渐渐往下,慢慢解开了我的衣服,曾经接个吻都会红透耳根的小姑娘去,近十年没见,大胆了这么多,我绷住身子,告诉自己不该这样,不然我跟我那出轨的妻子又有什么两样? 许婉红的手继续往下,她的手好似有魔力一般,触碰过的地方就像是被火烧了,带着养溢,很快就蔓延到了全身,很快我就起了反应,搭起了小帐篷,她的手慢慢往下,看到我的反应,笑,小手正准备伸进去,我抓住这只作案的手,咽了咽口水,高帆,你不愿意吗? 她问道,眼神里带着委屈,我,我知道许婉为什么这么做,也许是因为感激吧,知道这些年,她过得不怎么好,因此,那几天的医药费和住院费,我都主动帮忙交了费,她选择出院,也只是不想再花我的钱,滴水之恩无以为报,只能以身相许吗? 见我没说话,许婉四是明白了我的意思,放开了我的手,整理好自己的衣服,脸上带着失望和难过,我没有明确表示自己人父的身份,她不知道我有没有结婚,应该认为我也像她一样,二十七八了,还是孤身一人,谢谢你送我回来,耽误你的时间很抱歉,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这些天对我的帮助,高帆,你回去吧。 以后报答嘛,她刚才不就准备报答我嘛,为什么要等到以后,为什么要拒绝一个女人的主动勾引,妻子都出轨了,为什么我不能,终究是欲望产生了理智,我一把拉过许婉,捏了捏她的柔软,引得她疼得叫出了声,声音娇媚,带着特有的感觉,要什么以后,你先报答我不就好了。 是一阵春心荡漾,出轨了之后,不知道为什么,似乎是因为彼此都出轨了,也许是出于报复的快感,我的心里平衡了很多,我和徐婉加了微信好友,她的头像还是跟以前一样,喜欢用那些可爱的小动物,我们就用这个来联系彼此。 因为妻子从来没有监测我手机,所以我很大胆放心地就跟徐婉聊,这些年不见,也许是社会的打磨,徐婉已经退去了年少的青涩,有时候我们聊的话题大胆又IC情,徐婉的工作不太好,工资不高,日子过得有些拮据,我给了她些钱,让她改善生活。 却从来没有说过,要跟她确定任何的关系,我知道她很聪明,从读书的时候就知道,我有没有结婚,她怎么可能感觉不出来,这段感情,终究是见不得光的,后来的日子,我在他们俩之间来回奔波,徐婉很懂事,我在的时候就好好陪我,使出浑身解数地服侍我,挑逗我,讨好我,在她那里,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, 检测结果下来了,孩子是我的,看到那个结果,我皱了皱眉,意识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对我来说,到底是该洗还是该脑,纠结了这么多天的事情。 原来到最后,竟然没有这严重,孩子是我的,我们之间的感情,或许也没有走到最后一步,想起自己的孩子,这几天因为怀疑她是否是我的亲生儿子,我都有些冷落她,一瞬间,心里有些难受, 看着结果,我思索了很久,算了,就这样,不管以前妻子跟那个男人到底有什么纠缠,只要孩子是我的就好了,只要孩子是我的,一切就都不是最糟糕的,我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平淡下去, 不过,因为许婉的事情,我还是不得不在两个女人之间来回奔波,有时候,我想和这个女人断了联系。 但是何必呢?我们之间的事情,只要我满足,只要老婆不知道,我会过得很快乐,直到有一天我去洗澡,妻子看到了许婉给我发来的消息,看到那些暧昧信息,妻子当下就炸了,拿着那些信息质问我,高帆,你给我解释一下,你这是什么意思,这个女人是谁? 我为你怀胎十月,我孕兔那么厉害,生孩子的时候我都差点留在那里回不来了,你就这么对我的吗?你对得起我吗?我怎么就对不起你?张小婉,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,你自己做了什么,你自己就没点数吗? 我心下有点愧疚,说完这句话就后悔了,妻子气不过,她的大吼大叫吵醒了孩子,也吵醒了我的父母,纷纷赶来围观我们俩个,询问事情的缘由,妻子只是把手机扔给了他们俩个,看着我,眼睛哭得通红,父母看完了之后,也是震惊,于是对我的指责,从一个人变成了三个人,妻子骂得最为难听,基本上在她的话里, 我简直就是个一无是处的男人,高帆,那个女人是不是瞎了,你有什么好的,还看上你,要本事没本事,要经历没经历,你算什么男人? 我不是男人,所以你就去找别的男人是吧?我冷笑,妻子显然一愣,看我,怒道,高帆,你什么意思,出轨的明明是你,你哪来的脸皮理直气壮?我先出的鬼? 我冷笑,回了房间,直接把那本日记拿出来,摔在地上,声音响亮清脆,张小婉,你自己好好看看,到底是谁出的鬼? 见到日记本,妻子顿时白了脸,嚎啕大哭起来,我跟那个男人已经断了联系,我以后也不会再去找他了,可是我,高帆,你怎么能这样报复我,我才刚给你生了儿子? 父母也是一眼就看明白了,脸色顿时间变得极为难看了起来,抱着孩子就走开了,后来妻子闹着说要跟我离婚,眼下情况已经变成这样了,破镜难远,感情已经恢复,不过来了,我答应了跟他的离婚,就当是放过彼此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